再來三四五題 AB線段是圓歐的直徑 那C珠是圓上的一弦 AB跟C珠是平行的 AB是12 所以AB如果是12的話 那就66嘛 C珠是6根號 6根號3 求灰色區域的面積 好 C珠是6根號3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畫出一點點輔助線 第一個 我們先把它連起來 再來把它連起來 並且把這個點叫做1點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啊 至少我可以知道這是6公分嘛 半徑啊 那C珠是6根號3 所以這裡叫做3根號3 對不對 那O1線段等於多少 如果你今天有被21根號3 你有那個30、60、90的概念的時候 你也可以很快的講出這裡就是3公分 對不對 而且角度的部分呢 這是個30度 這是個60度 這當然是90度 好 我們要先知道這些之後 來開始往下 他說要求灰色區域的面積 那灰色的區域面積怎麼算 不就是把 C珠這一個部分 去減掉OC珠的這個三角形嗎 對不對 我把OC珠的這個大扇形 減掉OC珠的這個三角形 好 那怎麼算 第一個 反正這是60度 所以如果老師再這樣連過去 它也是另外一個60度 所以這裡就是120度 半徑是叫6 所以6乘6乘π 然後乘上360分之120度 然後去減掉 老師OC珠的面積呢 剛剛已經給了 左邊的這一個的話 叫做3跟號3 對不對 OCE的這個三角形 OCE的這個三角形 叫3跟號3 乘上3 除以2 但是有左右兩個 所以再把它乘上2 所以最後的答案 就會得到 三分之一約掉 12π 然後減掉 9倍的 根號3 好 這就是我們 灰色區域的面積 這是35題 36題 AV是圓歐的直徑 那AV等於珠1的兩倍 再來 V1虎是24度 球角V1C多少 齁 球角VCE多少 Sorry 好 你今天要求角VCE呢 嗯 給一個24度 但奇怪 他AV線段跟珠1線段 這給你這到底什麼意思啊 所以我們先假設珠1如果叫做X 那AV線段是兩個X 那我知道 他一定是一個X一個X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裡連起來 連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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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連起來你也知道什麼呢 O珠叫X OE叫X 所以最大的發現就是你發現三角形O珠1 O珠1為一個正三角形 OK嗎 所以他給你這個目的其實就是要讓你知道它是一個正三角形 就這樣而已 好 那我把長度用掉 它是個正三角形 對我來說的好處就是這都是60度 每一個角都是60度 那V1虎已經知道這個虎 它叫做24度了 再來我要求BCE BCE你可以把它當成圓外角去搞定 他把它當成是圓外角 那如果當成圓外角你要怎麼做呢 好我們知道角BCE 他一定會等於我的A珠虎 扣掉我的B1虎 然後再去除以2 對不對 重寫一次 他會等於我的A珠虎 減掉我的B1虎 然後去除以2 再來 A珠虎是我現在唯一不知道的 可是呢 我知道說這是24度 那珠1虎這裡是60度 所以A珠虎呢 他就用180 扣60 再扣24 所以叫做180-84度 他叫做96度 所以他就會等於A珠虎96 扣掉 V1叫做24 然後再去除以2 也就是72除2 好 等於36度 OK 36度是這樣子 然後再去除以2 4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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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